嚣张无悔的啃老者 阎王爷的教训by chatgapte加louis on20231028 故事开始于一个叫做懒关村的小村庄 这个村庄以安逸和舒适闻名 但也以啃老族聚集而闻名 在这个村庄里有一个名叫小明的年轻人 他是啃老族的代表 小明是懒惰的典型 他毫不费力地依赖着父母的支持 每天都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他不肯工作也不肯学习新技能 只想住如何花父母的钱 父母包了他的吃喝 还提供了一个豪华的住所供他居住 他甚至开始了一家小型的网店 但其实他并没有付出实际的努力 只是把父母的钱拿去投资而已 然而有一天 小明突然因为一次不幸的车祸而过世 他的灵魂被送到了阴间 也就是阎王爷的官府 当小明来到阎王爷面前时 他的心情并不是懊悔 而是嚣张自大 阎王爷是一个严厉的官员 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审问住前来的灵魂 小明站在阎王爷面前 自信地说道 阎王爷 我在阎市的生活非常美好 我父母供养我 我过着奢华的生活 从不劳累 我从未做过坏事 我不应该被送到地狱受苦 阎王爷冷冷地看住小明 然后翻开一本厚厚的生死不测 开始浏览小明的生活记录 他看到了小明的懒惰 不肯学习 只知道肯老的种种罪行 阎王爷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悦 他说 小明 你的行为和态度都非常恶劣 你拥有如此幸福的生活 却浪费了所有的机会 你的罪孽深重 我必须为你的罪行做出惩罚 小明听到这些话 仍然嚣张自大 他说 阎王爷 我不应该被处罚 我从未伤害过任何人 我只是享受生活 这有什么错呢 阎王爷深深地看住小明 他说 小明 你忘了一个重要的道理 生活不只是享受 而是贡献 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你在阳世的表现太过自私和懒惰 你没有用自己的才能去帮助别人 也没有付出实际的努力 你的父母供养你 但你没有回报他们 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无法被宽恕的阎王爷的话语让小明陷入了深思 他开始明白自己的错误 他应该更加珍惜生命 积极参与社会 学习新技能 并以自己的方式为社会做出贡献 然而 已经太迟了 他将因为自己的过失而被送到地狱 接受惩罚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懒惰和肯老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不仅影响自己 还可能对身边的人产生负面影响 生活应该是一个积极参与和贡献的过程 而不是沉溺于安逸和享受中 我们应该珍惜生命 学习成长并尽自己的一份力来改善世界 否则最终我们可能会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